三分球是多数NBA球员的必备技能,但从美国大学的6.25米三分线,到NBA的6.70米三分线也确实是要适应的时间。 但今天,17年状傅尔茨,终于克福可信魔,投进了NBA生涯的第一个三分球。在刚结束的76人对魔术的季前赛中,傅尔茨在三分线外用了四次出手。终于命中一球,这个夏天傅尔茨鼓励的三分终于有了回报。 要知道在上赛季的常规赛中,傅尔茨总共只有一次三分线外的出手,还没有投进。傅尔茨是我们所知的对NBA三分线适应最慢的球员之一。 其实在大学时期,傅尔茨还是个不错的三分射手。在他的大学生眼里他可以用41%的三分命中绿场均应这2.1个三分球。 如果他能把三分的技能包带到NBA赛场,那么他的新赛季表现,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毕竟他的天赋就摆在那里。 虽然负二次开张了,但他的队友西蒙斯,却丝毫没有在三分线外下功夫。 两场季前赛仍然是没有一次三分线外的出手,显然西蒙斯还没有意识到三分球的重要性。 今天的比赛,魔术队的七尺中锋,斑板,都在三分线外两投两中。 难道西蒙斯忘了上赛季后赛,是怎么被卡尔特伦彻底锁死的吗?